這邊超好轉的 為什麼新宿跟那邊都 太有個重量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我是阿平 我是一家 今天呢 好多喔 我們在成田機場 來轉蛋囉 等一下要接你弟啦 繼續來 所以順便工作 那這邊成田呢 有330多台機器 可以供我們轉 所以不是300台 是330機台 好像是這樣子 我們剛剛稍微看一下 果然這邊 更新的很快 而且東西很多 機台也很新啦 大家都已經看到標題了 那我們今天是要轉 兩千元轉蛋 好久沒有啦 不敢太大聲為止這樣子 好 帶大家看 其實有一些我們都有看過了嘛 因為我們距離上是去秋衛園一個月吧 差不多 所以其實好像跟秋衛園差不多 這個很久了耶 這好可愛喔 對啊 他什麼時候要出新的啊 我知道 的確迪士尼的東西都比較多耶 你有沒有發現 迪士尼 喔 對耶 還有這個 奧運 很可愛 他這樣子 其實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新銷方式 一個展示櫃 好 那你又想 你又想要轉什麼嗎 有 哪一個 帶大家去看 我還會賭飲 喔 這個 很可愛耶 三首線 千葉 東海道 米晶之骨 米晶之骨 不是啊 啊 東北 東北地區 那就是杏州長野 這台要轉幾次 這一次就好 因為我還想要轉這一台 我剛剛有看 東海道 東海道 很帥耶 之前第一次 帶Yu講來日本玩的時候 就直接帶他去江澤島 所以 我們兩個都很有回憶 嗯 那是我們第一次約會的地方 我把它站著很浪漫 先轉這一個好了 好 這有比較多想要的 這樣站著轉很舒服耶 欸 對啊 好 但這基塔應該超貴的 好 五百塊 等一下給大家看下面 它會 住住住住 好 三二一 來囉 好 完全沒有想我要轉什麼 欸 超快的 是什麼 欸 江澤島 直接抽到江澤島 好 那現在來轉 射手線 所以什麼都不要想 我剛剛什麼都沒想 他們就不要想 OK 這是我們第二個約會的地方 東京 東 東京 東京 我弟好像打來耶 怎麼會在 我弟打來 那麼快 先借一下 好 先借 好 那我們重新來囉 OK 好 什麼都不要想 來囉 再讓大家看第二次 它滑超快 嗯 我覺得看這個療癒耶 GO 等下你 其實它下降太快了 它下降太快 有拍到嗎 嗯 有 什麼 GOGD GOGD 也是想要的一個 好 不錯喔 今天的運勢還不錯 我們超久沒轉了 所以可以了 其實我一直想玩這款遊戲 但沒有辦法玩 因為我們沒有機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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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那什麼表情啊 嗯 你都沒跟大家介紹這什麼 這是七段大作戰 完全不知道什麼 你又不玩遊戲 好啦 轉到 因為它是吊飾 因為它是吊飾 很可愛 它是雙槍 它是雙槍樣的 剛才我們看到的是這一個 這一個 也是吊飾的那個 狐狸 你想要黑的還白的 黑的 黑的 閉眼 欸 Niko 這個是笑的 它上面是寫笑的 欸 這邊的機台超紅 太 超新的 白色的 我剛剛原本想說要轉什麼 我有點忘了 你真的嗎 你剛才好胖喔 欸 你說話很毒喔 這是胖打暖安娜出的 嗯 只是沒有看到那個官網 但我比較好奇它的材質欸 喔對 應該睡著吧 這邊超紅的 為什麼新宿跟那邊都 好舒服 它有一個重量 這我想要的 真的喔 你看它的腳 這樣仔細看實體啊 它是我做出同像的感覺 對啊 其實這個我有點想再轉一個 好啊 這是想要把頭插進去 這也好詭異喔 其實它右邊那一個也是怪怪的 它這個 推的 對 完全 就在推的 沒關係 感覺很酷 等一下下一個給你轉 轉轉看 給你 知道說 它的那個 多好轉好不好 喔 啊 原本想轉這個 F-CAPRU 就是 它 原本是貓咪 但是打開之後 其實是其他動物 欸 這個是 我們之前在高雄那個地方 轉的進階版 喔 從後轉的話 好順喔 完全不卡欸 是什麼 是什麼 我打開了 是企鵝貓 企鵝貓 企鵝貓 好大隻喔 對啊 它的殼比較硬 對啊 那個 怎麼會這樣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 兩千塊就轉到這邊囉 那我們回家開箱 好我們回到這囉 回家了 耶 要打開了 很快打開 怎麼有幾顆啊 1 2 7 7顆 7顆21塊 所以1顆平均 300 還不錯 首先介紹 第一隻 推石頭的銅像 仔細看啊 它身體那種 綠綠 咖啡色灰灰的感覺 是一直都有做出來 腳的肌肉 非常的明顯 身體啊 顏色排骨肌都有做出來 阿平的肚子絕對不是這樣 還有這個石頭是可以這樣拿下來的 然後它就是一個推的一個姿勢 同系列 什麼都不想就做動作的 哦這個有胸肌耶 剛剛其實是從屁股的這個地方接上去 上半身 就是因為它是青銅材質的感覺 所以其實好像不用那麼在意它上下半身的那個接縫啦 仔細看就是這個動作其實非常的好笑 好介紹下一個我們初次約會的地方 江之島 灌籃高手 每次會出現的那個漫畫畫面的路面電車 我自己覺得阿江之島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浪漫的地方 有海又有山 如果有兩天三夜真的可以在那裡泡一下溫泉 是一個模型啊是一個三角形 所以其實它有把那種電車衝出來的那種感覺做出來 所以動態感非常非常棒的 好這個是七彈大作戰裡面的雙槍 是粉紅色的 這個是吊飾啊 放在鉛筆盒上面一定非常的可愛 可惜它沒有出人偶的 不然我也想轉 下一個是這一隻笑著的狐狸 這隻狐狸有分白色跟黑色 它這隻笑的其實沒有那麼明顯 大家有沒有這樣覺得 這個是小玩偶 是適合掛在背包上的喔 那下面其實後面有它的肉球 只是被這個擋住了 蛤?怎麼還有屁股 那它的尾巴是可以動的喔 裡面的田窗物是非常的緊實 所以它不容易捏扁 好下一個是又想轉的這個歌舞伎丁一番街 這是三首線的一個站 它也是做得非常的立體 只是它的店名全部都沒有寫出來 這樣子看歌舞伎丁裡面的招牌 就感覺的出來 這條街有著五彩繽紛的顏色 好下一次是這隻灰貓 它的頭可以拔起來喔 它裡面每一隻的角色都不一樣 和後面還有一個小尾巴 給大家看它的姿勢 嘿! 它是企鵝! 超可愛的 而且它的頭超突兀的 為什麼? 這隻企鵝它是笑著的耶 超可愛的 這一個系列配色的都配得很好 那這隻企鵝就身體用灰色的 把灰貓的頭蓋進去 其實也很像貓啦 只是一拿起來就變企鵝 設計得很好耶 那我們就近拍給大家看 這次兩千元的轉蛋非常的綜合 對啊!好豐富喔! 幸好都轉到自己想要的啦 人品爆表 太好了 下次如果要回國的話 在陳田機場 可以把自己的生下的日幣 在那裡花光 對! 還有就是 它只有在第二行下游 其他 其他都沒有 下一個禮拜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影片 這裡是我們的最新影片 這裡是我們最中美的影片喔 那請大家可以幫我們按一個訂閱 然後分享給其他人 那我們下一個禮拜再見囉 掰掰